大家都拔尖班了 是時候應該接觸一些人性化的議題 我們今天講今日香港 而我們用屋邨來做例子 時下的屋邨呢 謙決的就是人情味兼且溝通 原因呢 都是不外乎時代轉變了 和生活節就急速快了 至於我們今天的功課是什麼 要大家想一想 怎樣才可以重拾人情味 和加強他們的溝通 就是你們今晚的功課 有沒有東西要明白 你們和我一班三年又三年 蛤? 一年都未夠啊 這些都不是重點 說吧 有什麼事啊? 今天上課阿sir說的東西很有項目 所以 你不是好像想那些區議員 那樣搞什麼義工隊嗎? Exactly 其實想得過的 那我就想成立個三隻小豬同學會 時不時幫一下街坊 建立村民之間的溝通 重拾人情味 玩東西嗎? 幫人就可以重拾人情味 最多就是熱心 或者可以呢 相信我 既然大家都同意 那我們就開始吧 禮物 為了 這是阿倫 我們失敗了 不如我們解散吧 抱歉 小朋友我不懂得下載Apps 麻煩你幫我幫忙 咦?是上次的婆婆嗎? 是啊,謝謝你,上次都忘了謝謝你 我們請來吃朱古力 好,謝謝婆婆 小朋友,上次你幫我拿了送 多謝你們,這裡有餅,請給我吃 咦?這班小朋友在這裡穿了什麼? 咦?你不認識他們嗎? 他們這幾個月一直都在幫我們街坊 差不多每個街坊都認識他們 真的嗎? 是啊 每個街坊吃完飯後都會提起你們 還說見到你們就想起舊時的人性味 還要吃了 我們吃了 屋邨雖然不斷經歷翻身和重建 但是 在時代巨輪底下 變遷的背後 人與人之間的聯繫 是否都會隨之而消逝呢? 屋邨裏面的人性味 一直都在